- 接下来干嘛?贴个结尾吧好不好? - 欢迎来到七女生秀! -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欢迎来到大理的七女车秀这是2021款的凯迪拉克XT6众所周知在凯迪拉克的阵营里面有456三个不同的数字代表着它们不同阶级的车型CT4 CT5 CT6以及XT4 XT5 XT66代表的是它们的旗舰商务和最豪华的选择那么XT6呢在这次也迎来了它的全新版本 - 改款- 改款之后不仅名字变了而且加上了48伏的清混系统那问题来了到底香不香呢?Let's find out! - 2021款的凯迪拉克XT6跟之前的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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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变化两点- 第一点就是名字变了以前呢有些什么28T什么什么型什么什么型但是现在呢全部变成了风扇型然后一直一直往上豪华型再到最后是薄金型的这一种比较简约的命名方式看上去也更加简单也更加好记了另一方面呢就是加上了48伏的清混系统从体验上来说48伏清混系统的加入让它整个起步变得更轻快了然后起停更没有动静了所以呢整台车无论在低速也好高速开起来的时候那种 轻快程度做得更好了至于它整套变速箱跟这个发动机的匹配其实本身就做得很好9AT在这台车上呢显得还是很听话的其实轻轻一踩只要它发觉动力不够用的时候它会立马降挡而且呢这个降挡非常坚决随时随地一脚下去已经降挡完成然后呢动力随之而来但是呢可能我们目前在高原地区的话相对来说这个推背感还是没有我们平常在正常的平原 比如说我们在华南地区的那种正常地方来得这么爽快吧同样的动力总成放在了像比如说开拓者这一些同样的平台下的车型的时候那种推背感其实在平原的感受会比在高原地区要来得好一点那么刚才说到开拓者啊就是这两台车在同平台的情况下其实凯迪达克XT6呢会感觉到底盘会淡定很多而且呢会更软一点那种调校所以在过坑过坎或者是我们在高速的过一些 起伏的时候它的那一种贴伏感那一种过滤的感觉会更好加上48伏的轻混系统之后呢整体低速的响应性更快了而且那种流畅感也变得更强了油耗数据也会变低这个感受是很好的还有一点就是它发动机起停的那个动静也会变得更小除此之外其实凯迪达克一直都是走这种比较软的底盘调校这种感觉并不是那种动作很多大船式的摇晃的感觉 基本上是靠着悬挂的这个压缩非常干脆的处理方式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好的所以呢这台车在高速巡航起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碾压一切的那种快感至于所谓的隔音降噪水准来说的话凯迪达克的水准一向都特别高主动降噪然后双重隔音玻璃加上呢非常不错的视野所以呢这台车开起来的感觉是非常爽快的 XT6的这套内饰是我们熟悉的凯迪拉克的味道的是那个熟悉的挡把是那个熟悉的配色是那个熟悉的用料也是那个熟悉的豪华感 而且这台车还有很不错的储物空间包括这里有一个可以放手机或者是放卡的储物格 两个杯架以及支持无线充电的一个插手机的地方除此之外呢因为是电子挡杆所以下面呢还有一个储物空间的掏空可以给我们放东西整台车的内饰可以给到我们非常非常舒适的感觉 无论是它座椅的厚实程度座椅的用料或者是我们摸上去的各种包裹 以及它的使用其实都非常的讨好我们使用者包括它新的Q系统加上了百度的语音识别 加上了各种的互联CarPlay CarLife以及智能的数据语音导航全部都集成在了这个系统之内 而且呢可以透过Rodery Control的旋钮以及触屏进行操作 再者呢就是它的空调面板表面上是触屏但实际上呢是可以按下去的按键 唯一有点吐槽的跟ST5一样呢就是这个双闪呢它是一个触屏的操作可能没有那么适合盲操 除此之外这台车的内饰这台车的使用来说我个人觉得是好的 那么作为一台6座或者说7座版本的车型其实中后排一定是大家更为关心的 所以接下来变个魔术 这个中排的舒适度是非常高的 因为呢它的座椅坐垫的长度其实在我接触的中排座椅的这些车型里面算是很长的了 而且这个座垫非常厚 加上呢大家都一定知道的就是它可以支持前后的调节 即便有调到最前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余量 而且呢支持靠背角度的调节 除此之外 中排呢是有座椅加热 单独的空调控制 USB接口 Type-C接口 还有跟这个平台一脉相承 大家都有的大大的储物格 说完了中排 作为一台6座车型 大家一定关心它的第三排 所以 没有特效吗 这个过道 那么尴尬搞得吗 OK这个过道是足够宽的 所以呢我可以很轻松的 就到这个第三排来 那么第三排呢 其实这个乘坐体验在我刚才调完了这个中排座椅之后呢 我后排还是有足够的空间 而且呢这个所谓的小板凳其实比想象中坐垫还要再长一点 所以呢整体的舒适度是OK的 加上这个靠背的头枕 以及呢这里是有可以放水的地方 有Type-C的接口 还有呢空调出风口 总而言之这个第二排跟这个第三排 其实是可以满足我们中途甚至长途使用的 说完了这些 我们接下来干嘛 切个结尾吧好不好 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 到底香不香呢 我个人觉得是香的 在SUV市场里面 六座七座永远都是最吃香的 因为他们能够照顾到更多的家庭选择 而SUV呢也是我们国人的最爱 它能够给到我们大空间 可以给到我们更好的通过性 也能给到我们更好的气势 XT6改款之后加上了48伏的轻混系统 有更流畅的动力 更经济的燃油效益 而且呢还是那个豪华的它 配置依然高 性价比依然足 那么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这样子的它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